麻煩請陳次長 還有我們矯正署署長 次長跟署長 委員長 其實我今天真的要討論的是監獄超收的問題 因為這個是今天的主題 可是我剛剛在聽到委員發問的時候 我不禁在我問之前 我還是要請教一下次長 我不太懂為什麼剛才你在回答 吳委員的問題的時候會有猶豫 我換一個方式問好了 剛才前面我們招委才特別懇求你 其實這個是一個機會教育 你應該讓民眾了解什麼是合法 什麼是非法的 那剛才吳委員也特別請教你了 我換一個方式來問 今天有一個人侵入到你家裡頭的時候 有沒有犯罪 侵入住宅罪 兩個人到你家裡頭有沒有侵入住宅 今天有20個人到你家的時候有沒有侵入住宅 所以我們再把言法應該要不受其他的因素的影響 言論自由需不需要保障 是啊 我相信沒有任何一個人反對 言論自由應該保障 但是言論自由它必須要在一個合法的一個範圍之內 當它逾越了合法的範圍之內 這個不就是放縱了嗎 所以剛才提到說不能要預約法律 是 所以言論自由該不該保障 該 但是言論自由同時它也必須要在法定的範圍之內 因為我們不希望 因為言論自由的關係 為了主張自己的人權侵害了別人的一個權利 那麼我希望法務部呢 在法律的方面呢 能夠很確實很肯定的就法論法 讓民眾了解實際上面他們的權利跟他們的義務 好 我現在回到我們監獄超收的部分 今天主題監獄超收的部分呢 我們都知道監獄的超收啊 它會影響到我們矯正的一個成效 因為今天受刑人 我們對於受刑人並不是單純的只是隔離而已 我們希望透過他在服刑的期間之內呢 能夠矯正他的一些不法的一個犯罪的態樣 可是呢 我們看到呢 以台灣目前的情況來看的話 監獄的管理呢 依照法務部的資料顯示啊 我們除了這個 台東綠島跟金門監獄啊 除了這三個監獄之外呢 所有的監獄全部都超收 所有的監獄全部都超收 尤其是這個高雄第二 桃園 台北台中啊 超收的比例高達40%以上 40%以上 所以如果我們再去看一下 第一個我們的這個hardware 就是我們這個硬體的設施裡面 我們超收了40%以上 第二個再看 我們的介護的人力 我們去管理的這個人力上面來看的時候 我們看到台灣呢 是1比14 香港1比2.4 我就不足不唸嘛 可是呢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台灣是香港的6倍 我們這樣子有辦法管理嗎 署長 我非常感謝委員對這個監獄超收所所延伸的問題 來給我們關心 我個人覺得這樣的問題對我們整個矯正的機關來講起來跟國外來比較起來我們的負擔是非常的沉重的 剛才不管不管是香港甚至於這個現在大陸還有日本英國歐洲還有這個美國他們的比例都是一個管理員對 署長我要請教的不是你知道問題是你怎麼解決問題 因為你的問題啊我幫你先把問題都找出來了 除了剛才的這個1比14我說你怎麼管理之外呢 我們看到這個違規的情形啊 實際上面的違規情從民國96年到102年啊你的96年違規數是8000多件啊 然後你到100年的時候到達了1萬件到102年降下來一點9000多件到9000多件 那麼我們本來原來是以為說這個違規數是不是因為跟一些新進來的人有關係 因為他不太了解這個環境 後來我們查了一下資料啊 在100年度沒有前科進來的新的犯人呢 佔了30% 那102年呢佔26% 所以這個邏輯也不通 所以簡單來講呢我們單純的從違規數上面來看呢 基本上面來講好像看不出來 這個是跟他新犯或者是累犯 然後他在入監的時候的這個違規有關係 那您剛才要回答的我其實給你一個比較具體的一個資料了 監獄的人口的跟鄰國的比較呢 我們看到台灣呢是65,288人 這個是到2013年的4月 不是到目前為止 2013年的4月還沒有包括軍省 這個軍監移監的人數在內 所以是2013年4月的時候 簡單來講就是10萬個人裡面呢 我們入監的人口有288個人 這個data呢我不知道跟法務部的一樣不一樣 這個data是英國的國際的資料 它compare各國的data顯示出來有這樣的一個人數 那麼簡單來講呢這個data也同時講了台灣的監獄的人口數呢 在亞洲地區我們是排名第六 排名第六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我們的監獄人口的比例是相當相當高的 但是我要請教署長的就是署長 您作為一個主管機關 作為一個主政者呢 基本上來講您應該比我早了解到問題 但是我要請教就是說知道問題我們必須要去解決它 比如說在每一年預算的時候我們剛剛講說 你的你的這個執行的人員 你的人力的配置介護人力不夠 那麼你在編的時候是不是應該多編 那即便我們在黨的這個委員他有不同的意見 你也應該在那個時候把這樣的一個data給委員看說 為什麼你是需要多編的 因為他會牽涉到這一些服刑的人員 他出了社會之後他的再犯率嘛 對不對 所以署長 針對我們目前監獄人滿為患的問題 實際上面來講您是怎麼解決它 怎麼應用的 報告委員 這個人力的問題 我們不遲得在很多的場合 包括我們法務部還有跟行政院 我們要爭取的我們介護人力的問題 他一直受到行政院總額管制的問題 我們到現在為止我們這幾年來 我們爭取連增加一個人都沒有 最大的困境這一次這個精神法通過之後 把六甲的經營建議 這個移撥到我們跑步來 矯正署來 那還有巴德看說也移過來 我們這兩個原來他們在他們在管理的時候 他們人力多少 像六甲是六百多個人啊 不是署長 但是我們不希望聽到的是報怨 一個人都沒有 我們希望聽到的是你的解決的方案 報怨大家都會 當然我們這個當然能夠解決 我們可以紓解我們的困境 您的解決方案 但是我們另外的就是我們目前 以我們要增加我們的這個 擴進檢索或是改建不容易 但我們自己的我們自己調整 我們一間的這個做法 另外就是說我們在我們自己管理的土地上 我們怎麼樣來擴建 我可不可以打個岔 因為我時間有限 我可以拜託你在會後之後 把你確切的做法很務實的可以解決 因為你要蓋監獄什麼它還需要時間 那我再讓你看到一個data 我希望你在看這個data之後 在你將來的政策上面來講呢 是在你考量政策的時候你必須要納入考量 怎麼說呢 我們看一下我們這個可能也要拜託次長特別關注一下 原因是什麼 我們注意到新入監獄刑人宣告刑啊 我們做了一下這個的這個是學者的統計 這是學者的統計 它的統計資料顯示啊 新入監獄刑人啊 在監獄裡面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新入監獄刑 它的宣告了 對不起 是它的宣告呢 是在拘役六個月以下六年到一年 六個月到一年之間的 也就是說進到監獄裡面的人裡面百分之七十啊 都是短期刑的 那我要請問就是說 我們的法務部也好 我們的這個矯正書 有沒有去分析這些人 他的犯罪的類型是什麼樣的一個犯罪的類型 你現在把這些的人呢 我們的監獄雖然人滿為患 這些監獄呢 它的犯罪是不是犯罪罪行重大 然後你把這些的人 他在服刑的人 他的犯罪類別 你有沒有區隔 也就是說 你是把人全部就因為他所住在的地方 就塞在一起呢 然後讓他呢 就像小學生一樣 他可以跟這個犯罪裡面 罪犯裡面的大佬學習 然後他再出來 再再犯 因為我們看一下就是說 按照這個監察院 顯示的data顯示啊 這個再犯率是相當高的 再犯率佔了五成以上 如果再犯率佔了五成以上 是說這些的原來的這些短期型的獸型人 他在進入監獄之後啊 然後在監獄裡面跟這些大哥學了一生的技巧之後 然後出監之後 他在利用他在監獄裡面學的這些技巧 然後再犯然後再危害我們社會 那這樣的話那跟我們整個監獄的教化的一個制度呢 是完全不相符合的耶 那時間因為到我再給你看下一頁 下一頁你可以看到 新入監獸型人前科的情況啊 沒有前科的人他只佔了百分之三十 所以你的監獄裡面呢 七十percent佔的人是什麼 是短期型的 拘役到一年以下的人 你的獸型人裡面呢 有三十percent的 低於三十percent的人 這是新的第一次犯的 其他的人呢 都是因為學習之後出去然後再進來 所以我們監獄到底是變成一個犯罪的教育的一個天堂 教育的研究所嗎 還是怎麼樣 報委員 確實我們在監獄收容短期型的這個 現在我們統計有一萬多個人 那對我們整個在監獄的管理 這個教化是一個 是一個長期的問題 那當然 這是要檢討整個行事政策 檢討啦 我需要看到具體的方案 因為如果你每一年都檢討 這問題不會改善 因為只要它再犯率增加的話 再犯率增加的話 它是危害社會 這個部分也特別要拜託 我們法務部 要做一個精確的研討 我們務必就是說 這些人你要把它關進去 有沒有這樣的必要性 還有犯罪的類型 特別拜託 謝謝 好 我們接著請柯建民委員